一说到国曼 大家第一时间想到的可能是 狐妖小红娘 一人之下 魔道祖师 我是姜小白等等 这些国曼不仅主题曲 连插曲也似乎在耳术能详了 而今天给大家介绍的 算是很早以前的国曼音乐 可以说是整个90后的童年记忆 但好听程度丝毫不逊色 当今那些炙手可热的国曼歌曲 玩来一起感受一下吧 《青石明月》 《青石明月》系列是由中国杭州 玄机科技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制作的3D武侠动画系列 于2007年春节期间 起在中国全国各地正式首映 网络上由优酷独家授权播出 《青石》的经典程度想必不用多说 这首片头曲《月光》是由林文俊填词 吴彦斌作曲编曲并演唱的歌曲 作为《青石》整部系列的 片头曲和主题曲 着实为这个动漫编分不少 《青石》的片尾曲画过很多首 不过最经典的《莫古于》这两首 第一首《彩虹》由乔楚希演唱 这首歌被用作第二三四部部分聚集的片尾 第二首歌是《陈世云3》的《云菊浪 floss》 在意的 Naariore而尾 是不错的 对称作国? 好像冲着我 一只明显铃铃铃铭铭 Z salt 第二首行动 这首歌有四个版本 一二版与三四版曲词稍有区别 可以说行动 事情时最经典的片尾曲 没有之一 三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十二月十号完结 全五化 中国大陆全网同步更新 很多人可能不了解惠梦动画 舞妖小红娘 艺人之煞 从前有作林剑山 中国惊喜先生 端老 如时代等 都出自惠梦之手 作为原著漫画粉丝之一 我多少还是对除风的动画感到失望 可惜了一个这么好的IP 这里就不多做评价了 但不得不说的是 除风的片头曲和片尾曲 在那个时候的确经验了不少粉丝 我是被制造出来的兵器 所以只能用我的方式来保护你 目标清楚 哪怕会被你讨厌 哪怕会被你痛恨 哪怕要杀死你最喜欢的人 对不起 不 不用 我别用选择 满次大雨过后的空气 清晰的 就像我们之间的回忆 走过黑白城市的街址 是否有一个人存在的意义 抬起头渴望看到的眼睛 穿过身方副书旁的白衣 就像无法停止的呼吸 直到时间末日的时候 黑暗今天都真的太好 只有你会抓紧我的手 哪怕是时间拥有 迪迦奥特曼 迪迦虽然不是国曼 在对90后甚至00后的影响 绝不亚以任何一部国曼 不仅让饰演大谷的长野波成为童年男神 就连女主七来丽娜也成为小时候众多女神之一 迪迦不仅在国内人际居高不下 在日本本土也是人气最高的奥特曼 特别是最后一集那句 每个人都可以变成光 让多少人到现在还一直相信着 迪迦不管是BGM还是中文的片头曲 无论旋律还是歌词 都下在上市经典中的经典 我会来到你身边 我会来到你身边 微笑面最危险 梦想成真不会遥远 扶起勇心 肩定向前 绝对一定会重现 你的声音 我听到了 大地渐渐 大地渐渐松醒 一丝晨光 大火热热热的心静 炙热的心在跳动 祈祷和平降临 我们一起追寻 前途弥漫 晴晴和仙群 心中呐喊 无边天际 放手过好米 放手过 看到外面 灑的是英雄 是我们永远的守候 我处立在这里 倾听风的声音 来帮我的热情在飞翔 带着那灿烂的希望 我能牵手并肩 穿越时空气 先冲破开你啊 You are always my hero 霞光是3D动画精灵世纪的片尾曲 由陈兴若作曲高博作词 陈兴若演制强编曲曲曲景南演唱 发行于2006年7月28号 霞光可以说是当时最经典的国外音乐 没有之一 就算拿到现在来看 也丝毫不比其他歌曲逊色 在梦想都随风飘扬 展开透明翅膀的冲天窗 找寻一个最美丽的希望 美光天空泛起彩色下光 带着回忆和梦想一起飞翔 你是透魔对不对 我就知道 我好想你啊 我也很想你 真又美 不过对不起 我不能留在这里 为什么 我们好不容易才见面 我真的非走不可了 去哪里啊 我等你好久了 我一直都在等你回来 我真的好爱你 真又美 不要走 我会永远爱你的 永远 永远 不要走 不要走 见到你 我很高兴 不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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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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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d